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圣明啊 是主昨夜歇息的可好 敬您点播 看了一夜蓝庭集讯 真是笔法精妙 我听说当年蓝庭雅籍之后 王羲之第二天要正式抄写一遍 可无论如何 再也写不出当时的妙处了 是这样吗 是 书胜怎么会这样呢 要知道啊 通篇勾连的笔法是最难写的 写之前要谋划好 所谓凭空画字 通篇勾连好了 其笔写下去就是了 是啊 蓝庭集讯如此精妙 想必是通篇勾连好了 第二天照写一遍 不就好了吗 怎么会写不出妙处了呢 施主有所不知啊 蓝庭雅籍当天 有人附诗 有人作文 当然 也有人饮酒 王羲之就是饮酒的 微熏中起草蓝庭集叙 浮相连篇 感悟生死 闻思全勇 一发而不可收拾 不过 其中几个字 王羲之有所改动 圈调令写 是啊 这其中的奥妙呢 没有见过真迹的人 是很难发现的呀 你知道 改动了 通篇的勾连 到了改动的地方 必然有所变化 必然有所变化 而第二天重写 一定是重写改动的地方 哦 是是是 昨天的 勾连 是顺着改动勾连的 今天的重写 不重写改动 勾连当然就勾连不起来了 啊 施主真是聪明绝世啊 可是 我不明白 这真迹里面 并没有改动啊 施主手中并非真迹 乃是老僧手笔 哦 原来如此啊 那改动的 是哪几个字呢 兰庭集叙 总二十八行 其中第四行 郡岭之前加了崇山 第十三行 外 改为阴 第十七行 于今二字 改为相之 第二十一行 悲 改为痛 嗯 第二十五行 俱掉两字 另外 也改为肤 嗯 第二十八行 最后一个字 坐 改为文 嗯 文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 想来师父 是见过真迹的了 其至见过 你知道 王羲之是兰庭集叙原稿 为不可再写的真品 一直收在身边 哦 他去世后 他的后人 是兰庭集叙为传世之宝 代代相传 哦 真迹 不曾出过王家一步 一直到王家七世孙王法吉手上 王法吉是王羲之的儿子 王辉之的后人 后来出家 他 法号 智勇 哦 智勇 隋朝的大书法家 我小时候临过他的签字文 智勇 是我师父 哦 原来您您是智勇的后人哪 啊 僧人本无后 我是智勇的出家弟子 施主到本寺来 没有觉得门槛有何不同吗 没觉得有何不同啊 当年向我师父求自的人 络绎不绝 连门槛都踏破了 实在没有办法 就包上了铁皮 哦 原来是这样 我学过智勇大师的字 智勇大师就与我有恩 待会儿 我去拜下门槛 施主 真是有情有义之人哪 这个案子 就是师父传给我的 他在这里住了三十年 原济之前 又把蓝亭集叙真迹传给了我 从此蓝亭集叙 就成了永新寺镇寺之宝了 这期间不断有人来 要以重金收买 朕寺之宝 又是师父传给我的 怎么可以卖呢 看来 朕想得太简单了 朕以为出重金就可以买到蓝亭集叙 如果朕是蓝亭集叙的主人 朕是说什么 说什么 也不会让给别人 陛下已经是他的主人了 陛下已经是他的主人了 得见师父 又亲传笔法于我 只是 不知道有没有缘 见到蓝亭集叙的真迹 朕死之宝 见一次确实不易 要沐浴焉焕香 要斋剑 还要做法事 当然 我行旅偶然路过永新寺 居然 居然要见蓝亭集叙的真迹 这应该是 佛家说的妄念了吧 师父 我也该走了 我这就回去收拾一下行李 不多打扰了 施主留步 施主一片诚心 实在少见 难得呀 我看 施主是有缘的 所以 我想受施主为佛家弟子 我还是做个俗家弟子吧 我家有妻儿 应该是俗缘未尽吧 说到这儿 我倒真想做一次法事 再次瞻仰师父传下来的 镇寺之宝 兰亭集许 我总临来有千遍以上 如今 倒是又五六年不见了 见一次吧 看来 我还是有俗世情怀的 是缘分哪 蓝亭集许 蓝亭集许 朕本来想 这一辈子能看上一眼 就是福菲了 现在亲自拿到了手上 了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主 本司住持请您过去 好 师主请坐 师主 朕司之宝没有回藏吗 这点主意 我还是能拿的 师主诚心诚意 也是缘分到了 所以 我特意多留住一天 请师主见上 我只好 你不想 我只好 你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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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室主 请方便 神品 神品 神品哪 施主 小心 施主 放在身边 仔细鉴赏 朕死之宝 他明天就要回藏了 施主千万小心哪 当然 王羲之笔法传续 也是功德 不得施主是有心之人 见过真迹之后 传续笔法 功德无量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去吧 好 施主 施主 有何不妥啊 施主 有何不妥啊 一快马送达长安太极宫 弟子萧毅 不能亲自回去萧差 留在这里 听凭师父发露 施主 陛下说我 若师父初让兰庭急叙真经 为永新寺重修妙云 再速今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我就应该想到 可是臣与怒 都是佛家弟子所不为 只是兰庭吉须真迹 一入帝王家 就再也不是公养了 从此俗世 就再也见不到了 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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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曲天下 要以 性命相播 文治天下 也有人以命相许 这小义 当得我一员大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杖旨 命欧阳群 褚随两 于是难 甭承诉 即日起 临摩蓝萍齐续真迹 令找梁公巧匠 以真迹 庄公摩克布板 过后 有宫内赏赐大臣 贞观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遵旨 有宫内赏赐大臣 和宫内赏赐大臣 有宫内赏赐大臣 于是难 不错 双钩填末的都收好 赏赐大臣们 是 收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陛下 好啊 变得好 好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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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左仆叶跪了这么久 圣上应该收回成命了吧 应该是收回了 既然收回了 应该走另外一步了 是啊 应该是换一步再走 陛下下诏断表 完全回绝了左仆叶 请辞少师 他怎么还不来啊 他不会不来的 是啊 我要是有了他这个朝廷重臣 就完全不一样了 太子公败下的仪仗太过分了 我真的害怕了 太子 就说不到你说话 海儿也是为您好 现在谁都看得出来 卫王是要得天下的 您这样得罪卫王 恐怕不太好吧 你怎么知道魏王要得天下 这还不明显吗 我们且不说魏王怎么样 您看那个太子 像是个能够成事的样子吗 太子处事得体 怎么不能成事 父亲真的这么认为吗 有些事情 有事处理得不大妥当 但谁又能没有过世呢 不只是不大妥当吧 我看陛下 对太子好像是很担心的样子 父亲 太子既然没有用 你又何必在他身上再下功夫呢 不如早一点辅佐魏王 最起码 也是对陛下尽忠心的 我怎么养了你这样的一个儿子 你把那些心思 都花到这些东西上了 父亲 您是大才 孩儿是小才 不过有些事情呢 只有小才的人 才看得清楚些 父亲您不觉得吗 好了好了 你可能是对的 不过 以后在我面前 不要再提起东宫和魏王的事 有些话 我不爱听 是 孩儿遵命 孩儿以后一定不再提起 不过也请父亲 把孩儿刚刚说的 想一想吧 你下去吧 下去吧 是 堂堂所不义 临阵退去 有趣 有趣 我让无品以上的官员发疑问 也许能找到原因 你有什么看法 最近几年 陛下轻易动用民力 而且说 百姓无事可做 就会放的 给他们派一些事情 他们就不会乱来了 我以为这很奇怪 从古以来 从来没听说过 社稷因为百姓的安逸而败亡 又与劳苦反而太平 陛下说的绝对不是兴邦的道路 嗯 说得对 你把它写下来 贴在屏风上 另外抄一份 给室官 陛下一直在注意人才 我也常常想到这个 不知道陛下对兵部尚书侯军吉怎么想 我知道他是陛下的原从公致 后军吉 这个人呢 有点喜欢西张声势 有时候说话不着边际 骑马射箭 都不狠心 但他身上有一股蛮劲 我做秦王的时候 他在我身边一路打下来 还有就是学武门的事 他做个工程 最近几年开始读书 你怎么看 因为他在平定土一魂的时候 能谋划 结果大胜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有宰相之财 什么 宰相之财 所谋宰相之财 是能关趋势 谋大局 说到这点 我觉得杜正伦其实也有宰相之财 是吗 向来都是左仆叶发现人才 我不过是觉得这两个人 能成大事而已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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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